經驗和實力能夠先取得正選 不過今次可能沒什麼大將可以用 不用試試新人 不是啊 或者是他喜歡亂點這張譜 咦 這下可能安力基覺得斯丹過去打爭 打這個配路 現在其中最惡死的就是加比 而這邊羅佩圖卡羅斯也是過去先捉 不等莫達也不要發火 分開兩邊的球員不等他們的火氣減到最低 來的斯丹 還追上安力基 大家互擁 安力基已經有王牌在身了 這段時間就算一人拿多一個王牌 都是安力基不著數 是啦 要趕出場的 如果拿多一個王牌 安力基就... 但問題就是剛才火頭拉出幾個 球證究竟變得哪一個火頭 有什麼球員有什麼動作呢 華古亞代賣去罵罵 那位安力基 要看一看他們的王牌在身 因為呢 安力基其實就是很不信王家瑪得去對球的 這下就是斯丹